5、4、3、2、1 山崇區長劉萊通與嘉賓們猛搓大氣球 裡頭五彩繽紛的小氣球起飛升天 歡迎山崇極致綠地公園正式啟用 山崇極致綠地過去的廢棄車輛戰自場 在新北市議員李昆城和壁華里長林嘉鴻積極爭取下 由山崇區公所進行規劃改造 歷經半年多的施工終於落成啟用 成為一座包含開心農場和供農性遊具的特色公園 很感謝在地里長 還有我們李昆城議員他們的提議 由我們公所來接手規劃設計 我們也很感謝市政府 提供了我們369萬的預算 我們把這一個過去是一個廢棄車戰自場 我們把它規劃成綠地 然後再由綠地變化成一個開心農場 再加上一個共榮性的遊具 公園綠油油的草皮不但適合民眾野餐 也規劃以早餐元素為主題的溜滑梯 大型三角沙坑旋轉攀爬網體建設施等 給大人小孩充滿想像的遊樂體驗 對於空閒綠地的使用和夜間照明部分 李昆城則希望區公所配合加強 提供民眾更優質的休憩空間 那現在有一些在需要區公所後續再來配合加強的 譬如說我們還有一塊綠地 那可能還可以再設置一些特色遊具 那有關於這個夜間照明的部分的話 上次也有跟區長提過 那我們再跟台電來做協調 那希望晚上來這邊玩 大家能夠更安全 壁華里長林嘉宏除了感謝區公所的努力 也呼籲民到公園遊玩時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同時要注意環境衛生 養成不亂丟垃圾 不理由狗變的好習慣 共同維護得來不易的建設成果 凱博大臺北數位新聞 努努洪採訪報導